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角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因為一位網友留言給我 他說 常角女士 你發生什麼事 近況如何 為什麼你沒有新的視頻上傳 其實我是每天都有一個新的視頻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位朋友他看不到 會不會因為YouTube轉了新版型 他看不到呢 或者因為最近很多敏感問題 關於疫情和政治方面的問題 很多人上傳視頻之後 他的訂閱者被刪除了 所以他們經常提醒大家 你記得訂閱 開啟鈴鐺 你就一定會聽到我的新視頻 但我從來沒有請別人去訂閱我 或者開啟鈴鐺 因為我覺得你有興趣你自然會進來 有緣你會留下 你沒有緣沒有興趣你自然會離開 何需要強人所難呢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要求大家去訂閱 但是因為這位網友提及他訂閱了 但也收不到我任何訊息 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說 如果你們要知道資料 希望你重新再訂閱過 開啟鈴鐺 你一有新的視頻就會有通知你 但是我這個月13日要入醫院 切除肺癌細胞的手術 所以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由現在開始至我手術後 我都不能夠回答各位朋友的問題 因為我的手術位置是在右邊 是不方便寫字的 至於以前問了問題 我已經盡量在這段時間準備好上傳 在我休息期間會繼續排期上傳 但是我就不能夠回應問題了 而各位朋友如果你們問問題 其實很多已經我曾經上傳過 只要你按入我的播放清單 分門別裡找 你就得到很多的答案 我也會把播放清單的link 放在我這個視頻下面 你們按進去就找到多些資料 其實我是不想公佈我手術日期 以免大家掛淚 但是很多朋友 他就已經早早問我 你記得說過日期給我聽 因為我們大家要為你念經和祈禱 所以感激大家對我的關懷 我就只能夠在這裡公佈 我十三號做手術 不過我會很快出院 你們不需要擔心 有你們的關懷我一定會沒事的 所以寫了幾句說話 表達我的感謝的心聲 網絡有疑非虛假 猶如紅日天邊掛 煩惱來時須困擾 有你在旁心不怕 代表我的心聲 因為網絡的人 真的大家未見面 這些猶豫是不是真實的 但是我真真正正在網絡之中 認識很多很多用心對待我的朋友 這些關懷好像天上的太陽 紅日一般照耀著我 令到我身心舒暢 所以就算我有面對這個問題 我一點都不覺得是一個困擾 因為有你在身邊 支持我 所以 多謝你們的支持 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生活愉快 我很快就會在這裡跟大家再次聊天 多謝你們的收聽